你好 欢迎收看7月22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秦燕如 首先带您来看到的是 22号花莲疫情记者会上 县长在记者会上再次呼吁中央 能够核准花莲县府所委托的盛宏集团购买疫苗 才能会有足够的疫苗让花莲县民施打 并呼吁花莲乡亲要做好防台的相关安全措施 22号花莲县疫情记者会 县长许正卫说明了目前花莲县在疫苗接种情况 在第一轮的疫苗接种覆盖率已经达到25.5% 完成施打疫苗接种的人数第一轮有82427人 第三轮1922网络预约已经完成了12555人 完成登记 而今天我们这个跟全国一样的 用人数人次来计算的话 就是现在中央用人次来计算的话 那花莲我们目前的这个覆盖率是25.5% 全国是23.5% 全国是23.5% 也就是说在花莲 323101人 我们现在一共有82427人已经接种了 那我们的覆盖率是25.5% 全国的覆盖率是23.5% 所以我们高于全国两个百分点 我们也已经达标了 卫生局长朱家祥也说明 截至今天第二轮已经完成AZ疫苗接种共计7588人 而1922预约已经完成意愿登记者有87511人 那花莲第二轮呢 到昨天为止总共有7588个乡亲来接受了AZ疫苗的接种 那跟我们的预约人数7476人来讲 我们的接种率是101% 那我们花莲相亲从第二轮跟第三轮总共加起来 那愿意来接种 这个借约接种疫苗 而且完成了意愿登记者有87511人 那这边还是鼓励我们所有的还没有预约的相亲 还没有预约的相亲 请赶快上1922.gov.tw做预约的动作 最后县长也呼吁中央食药署能够核准 获利县政府委托盛宏集团所购买的疫苗 并呼吁乡亲不要轻忽烟花台风 要做好房台的准备 中央是不是也可以 所以跟我们这民间机构同样的这个方式来病案来处理 协助地方政府能够来购得我们的疫苗 我相信到现在都还是用预约 以及大家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 必须被指定来施打这个任何一种疫苗 大家来施打这个疫苗 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守家园护台湾 为的是让我们的生活早日步入正轨 为的是将我们的这个施打率能够提高 覆盖率能够提高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